大家好,歡迎收看開箱SPA-LINE 三分鐘打開箱快速掌握新科技 今年Computex將在5月28日至6月1日 在台北南港展覽館的一館、二館、世貿一館 以及台北國際會議中心盛大展出 當然因為今年是第一次啟用了南港展覽二館 所以在展區的規劃上有所改變 例如說電腦相關的電競這種品牌 都一樣在南港一館的一樓跟四樓 而原先在世貿一館的攤位只會改到南港二館 南港二館同樣有分一樓跟四樓 所以位置就在南港一館的斜對面 因此今年世貿一館的展出的話 則會以Innomaze創新創的攤位為主 回到PCDIY的市場 今年下半年無疑是看N&D制度修 今年Computex展現國際資者會會在5月7號舉行 它首度增設了CEO Keynote的演講 所以邀請了N&D總裁兼指示師長 Dr. Lisa Shu 擔任主獎人 主題是新世代的高效能預算 那換句話來說基本上就是7nm Zen 2架構的Ryzen 3000 處理器更完整的消息曝光 那當然也不排除可能會提到相關的GPU 或者是ROMA APEG伺服器的產品 那當然隨著N&D要推新的處理器 各家的版廠也會在這一次展示中放出S570的主機板 那到底PCIe要不要加風扇還是PCIe Gen 4有什麼限制呢 那這個就是我們到時候會再跟大家做詳細的報導 那說完N&D大家想問Intel的話 基本上應該還是10nm就結案了啦 不過呢 Intel一樣也有CEO的Keynote 那我想他們主要的會擺在資料中心啊 智慧的運算轉型啊 那還有PC拓展一些人類優勢的助力 那根據CS的脈絡的話 基本上是與10nm的Ice Lake 還有3D封裝技術的Light Fill有關 那當然5G AI IoT也不會少這邊 這些都是蠻紅的題目 那在Intel的話 他還有一場比較特別的是 The Audizy Computers 那這一場肯定會是說說關於Intel GPU SE的相關消息 我想這應該也是玩家 比較期待的啦 Intel推出獨立的GPU的產品 OK 那我想最後剩NVIDIA的話 因為NVIDIA他今年在遊戲市場期 新產品都已經陸續推出了 包含RTS 20跟GTX 16的系列 所以我想NVIDIA的話可能 應該是等N&D推出的難力之後再見風插針 至於Computex周邊廠商會有什麼消息的話 也就是請大家繼續鎖定我們 XF Computex 209的報導專頁 還有我們的 這次一樣會提供我們的影音的採訪 還有文字的圖文報導 那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最新的Computex消息的話 也請繼續鎖定我們的頻道 好啦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